认识雇员那会儿,我正值赌气离家出走之际,我爸停了我的卡,没收了我的车和房,本着饿死也不能接受家里援助的原则,我应聘上了酒店端盘子的服务员,上班第一天,我就抢吻了他,这也不能怪我,怪瓷砖,怪阿姨。 五星级大酒店,实在是拖得太勤快了,被我抢吻了的雇员,面颊飞红,五官精致,皮肤都快要掐出水而来了,我本想说,对不起,您没事吧? 哪知一开口竟然成了,对不起,你不介意吧?介意的话,我会对你负责。 顾员愣了一下,很快勾起唇角浅笑,好啊,人长得帅就算了,连声音也这么性感。 老天爷一定是看我穷得太可怜了,所以才赐给我这么一大帅哥。 就是帅哥,就是帅哥似乎没什么钱,一身听兮兮地穿搭,但是不影响他帅啊。 顾员一直带到我下班,走在路上,他害羞地连我的手都不敢牵,你家住在哪里,我送你回家。 他说,一个女孩子晚上回家不安全,听听,多体贴人的宝藏男孩啊。 我害羞地表示,我家里穷,房子是租的,还是个端盘子的服务员。 那只顾员突然抓住我的手,十分认真地道,家里穷,我们有手有脚又年轻,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奋斗。 至于工作,不分贵贱。 三观超正爱,我忍不住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顾员眼底闪过一丝慌乱,他停顿片刻后,伸手指了指前方不远处一大片半成品的高楼施工地道,我在那工作。 哦,原来是工地搬砖的呀。 怪不得理解打工人的心声,我拍了拍的肩膀道,男朋友,前途无量啊。 顾员愣了下,随即笑了,勾纯道,你也是。 自此以后,每天上班在经过雇员工作的地方时,他都身穿一身工作服,站在路边跟我打招呼。 他的衣服口袋就像是白宝囊,有时掏出来的是包子豆浆,有时掏出来的是烧卖牛奶,甚至还有草莓慕斯。 我看着包装精致的蛋糕包装,认出那是我常吃的那家蛋糕房。 以前,我可以眼都不眨,一口气炫十个,但现在以我一个月四千五的工资,炫一个都是奢侈。 我心疼地用勺子小心翼翼挖出一块儿送到他嘴边,感动道,肯定很贵吧。 你一个月工资才八千,买这么贵的蛋糕,多浪费啊。 顾员捏着我的手,把勺子塞进我口中。 重梅道,买给你吃的怎么会是浪费呢? 难道,你不喜欢吃? 怎么不喜欢? 离家出走这一个月,我省吃俭用,嘴里都快淡出个鸟来了。 昨晚在经过那家蛋糕店时,不过是多往橱窗里瞥了几眼,竟然就被顾员记下了。 我抱着他,亲了亲他的嘴角,谢谢你,你对我太好了。 顾员欣慰一笑,只要你喜欢吃,明,我以后赚大钱把那家蛋糕店买下来送给你。 嗯,愿望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据我所知,这家蛋糕店给多少钱都不卖。 结果第二天,我一觉醒来,就看到蛋糕店被神秘买家收购的消息。 谁这么大本事? 路边长椅上,吃着顾员给我带的早餐,我含糊不清道,我听说摸皇家的蛋糕店被收购了,也不知道是谁,这么大手笔。 身旁的顾员明显一僵,牵强一笑,道,你都知道了呀。 想起他昨天说要为我买下蛋糕店,我心肩一软,立即安慰,哎呀,你别难过,这些有钱人就是钱多烧得慌。 顾员嘴角一抽,似乎更难过了。 男人嘛,自尊心强,我懂。 亲爱的,其实,我能吃上你为我买的蛋糕,我就很开心了。 至于蛋糕店,话还没说完,兜里的手机嗡嗡震动。 备注,老滑头,是我那个狠心的爹。 我有些心虚,立马把剩下的包子塞进雇员的手中,跑到一边去接电话。 依依呀,爸爸想过了,你要是想家了,就回来看看爸爸妈妈。 你说,爸爸妈妈把你娇生惯养了二十多年,你哪里受得了外边的苦啊? 苦吗? 我回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顾员,心里像喝了蜜一样甜。 老颜这是看来硬得不行,所以给我打亲情牌呢。 他心里盘算着哪点我可是清楚得很。 我妈这几年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开始对旅游感兴趣,还是环球旅行那种。 短短两年,已经来了四次说走就走的国外旅行。 把我爸这个恋爱脑撇在家中,可把他急坏了。 恨不得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二十个小时都给我妈打视频电话。 美其名曰,他老婆太单纯,怕被人骗走。 幸而这些年吃狗粮都吃出免疫力了。 所以,我爸开始扑我,死活要把公司给我继承,他说年纪大了,心力不足等等。 我看他分明就是为了想陪我妈环球旅行,这才迫不及待地要把公司丢给我。 但凡我心智软弱点,就要被他套路了。 老言,我说过了,我要凭自己的努力过上丰衣足时的生活。 则,你这闺女还生爸爸气呢? 爸爸当时说的是气话。 哼,不说这个了,依依呀,你知道买下毛皇家蛋糕的人是谁吗? 别的不感兴趣,这个我可太感兴趣了。 当初我求我爸跟对方谈,五百万都不卖。 店家说,人家不为赚钱,只为情怀。 那你说,谁买下了? 我爸故意卖了个关子,你猜猜。 老言,这就没意思了哈。 你要是不乐意说,我就挂电话了。 别别别,我告诉你。 你还记得之前爸爸让你去相亲见面的那个顾家高材生吗? 是有这么一回事,叫顾什么来着? 我爸继续道,依依你想想啊, 现在你最爱的蛋糕店都被他买下来了。 只要你俩结婚,以后你想吃蛋糕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的确,毛皇家的蛋糕每天定量出售, 还需要提前预定,也不一定买得到。 但因为爱吃蛋糕,就随了我爸相亲继承公司的心愿, 这太没出息了吧。 老言,你是不是低估你女儿了? 面对诱惑,我还是很有骨气地挂了电话。 顾元看我心情不佳,走过来关切地问,怎么了? 没事,我爸牢牢叨叨的。 我搂着他,撒娇道,顾元,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 做出比那么皇家更好吃的蛋糕。 嗯,顾元惊讶地望着我。 你还不知道吧,买下蛋糕店的那个人也姓顾, 但他可没你好,你又帅又努力, 而那个姓顾的就是个二世祖。 顾元的脸色怎么形容呢? 有点一言难尽的感觉。 他小心翼翼地问我, 姨姨,你怎么对二世祖那么有敌意? 早年间不是流行一句话, 宁可坐在宝马车上哭, 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 这孩子怕不是正担心我嫌弃他呢吧? 于是我忙到, 对呀,我最讨厌这种富二代了。 你不知道,我在我们酒店见过的有钱人, 有些真是爆发户的脸, 嚣张得不得了,还没礼貌, 还不如我们这些勤勤恳恳的穷人呢? 对吧? 我是属于有些之外, 顾元微微汗手, 心事重重地把放在怀中还热乎的包子拿出来给我。 真香啊! 别说, 这包子个大皮薄馅多, 里边虾仁、 牛肉、 香菇, 每次吃都不一样。 这包子在哪儿买的, 跟我在外边买的不一样。 顾元愣了一下, 眼底闪过一丝慌乱, 这是我们家, 家人做的。 我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夸赞道, 哇, 是你妈妈还是你奶奶? 手艺好厉害呀! 顾元淡笑不语, 一起吃过早饭, 我们各自去上班。 中午休息时, 我妈也打来电话, 宝贝, 回家吧, 在外面租房, 哪有住自家房子好啊? 我已经批评过你爸了。 他呀, 当时就不该那样说你。 我妈还以为我还在生我爸的气, 所以不肯回家, 其实也不完全因为这一个缘故。 我也知道自己什么德性, 管理自己还行, 管理公司接手家业, 可饶了我爸。 最重要的是, 被爸妈呵护了二十多年, 我也想跳出舒适圈, 看看自己能否自力更生。 本来, 我在做研究生的闭设, 也没想长期当服务员。 但雇员算是我计划中的变量。 眼下看来, 恋爱得谈, 服务生得做, 家是回不了了。 谁让我喜欢人家呢? 妈, 你别劝我了。 有空还不如劝劝我爸, 而且偷偷告诉你, 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啊? 真的? 长什么样子? 多大了? 家在哪里? 父母都是干什么? 这张破嘴, 怎么什么都往外说呀? 妈, 我要上班了, 不说了哈。 依依, 你什么时候谈的男朋友呀? 别不好意思, 跟妈妈说说呗。 挂断电话后, 我恨不得删自己两巴掌。 说什么不好, 非说自己有男朋友。 果然, 我妈开始旁敲侧击, 我全当看不懂。 晚上下班后, 雇员来送我回家。 我们一起手牵手压马路, 我累了, 他会背着我, 给我买热乎乎的烤红薯, 糖炒栗子。 他捧着我的脸, 身情款款, 依依, 下个月我买辆车, 这样以后, 你就不用陪我受冻了。 我立马摇头, 别呀, 坐在暖气十足的车里, 你还怎么帮我暖手? 我不要, 反正公司离家又不远, 我们走回去还很减肥呢。 雇员望着我, 漆黑的毛子里满是宠溺, 好。 快到小区时, 老远就看到一辆熟悉的大奔, 尤其是八百八十八的车牌号, 停在一众普通车里格外眨眼。 我妈怎么来了? 趁着雇员不注意, 我立马掏出手机, 这才发现我妈给我发了微信, 宝贝, 妈妈来看你啦, 这全都是我下午多嘴的缘故。 妈, 我谢谢你, 那什么, 我今天加班可能不回去了。 胡说, 我都看见你站在胡同口了。 我妈又发来一个色迷迷的表情包, 你身旁的男孩子就是你男朋友吗? 走近点, 妈都看不清脸, 真是亲妈呀, 一丝余地都不给我留。 我立即拉住顾员的胳膊, 亲爱的, 要不就送到这里吧? 我, 顾员挑眉, 疑惑地问,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就是心疼你工作了一天, 又陪我走了这么远的路, 想让你早点回家休息吗? 顾员捏了捏我的鼻尖, 笑吟吟地说, 能跟你在一起, 我很开心, 怎么会累? 眼看着我妈开门下车, 我拉着她立即转身, 既然如此, 那, 那你就再陪我走一会儿吧。 说完, 我就拉着她快速离开, 我支开雇员买奶茶, 赶紧给我妈打电话, 妈, 你快别闹了。 我男朋友根本不知道我的身份, 还以为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族。 我妈愣了几秒钟, 说, 哦, 这样呀, 那没关系, 妈妈可以陪你演戏, 我跟给她跪了, 不行, 你的演技太拙劣。 我妈仍不死心, 那妈妈不说话, 总行了吧。 妈妈是来给你送吃的, 你就这么忍心, 让妈妈回去。 我环视四周, 集中生智道, 妈, 这里都是生活条件不好的人, 你开着豪车来, 人家还以为你是来炫富。 再让人家知道你是我妈, 说不定以后, 小偷就盯上我了。 此话一出, 我妈果然迟疑了, 那好吧, 宝贝, 你要保护好自己。 今晚, 你男朋友 会在家里过夜吗? 妈, 你胡说什么呢? 我俩清清白白, 只是单纯地谈恋爱而已。 看着雇员端着 两杯奶茶走过来, 我立即掐断电话。 你喜欢的芋泥波波奶茶? 我硬着头皮和顾员在胡同口站了十几分钟, 看到我妈终于开着车离开, 这才放心下来。 顾员的鼻头和耳朵动得通红, 可把我心疼坏了, 要不, 你上去喝杯热茶。 这是我们谈了一个月后, 第一次邀请他来家里。 好啊。 顾员笑着打去道, 顺便还可以帮你修灯泡, 通下水道。 去你的。 一路打闹说笑, 回到家中。 刚给顾员倒了杯热水, 门边便响起敲门声, 可能是快递。 迎着他疑惑的目光, 我解释道, 打开门, 我整个人都傻了, 竟然是我妈。 更要命的是, 她还穿着某平台的外卖服装, 乍一看, 还真像那么回事。 我妈看到我, 脸上浮起公式化微笑, 一手把外卖递给我, 一手将我扒拉开, 伸头探脑地朝屋内看去, 用大到不能再大的声音吼道, 是两个人吃吧。 我给你送了两套餐具哟, 救命, 我真的会谢。 我慌忙回头看, 见顾员没有出来, 这才敢压低声音, 妈, 你这是干什么? 我妈一脸无辜地看着我, 送外卖呀。 尤其是她还很是欣喜地告诉我, 宝贝依依, 多亏你提醒妈妈, 是得低调, 我现在换外卖服收租后, 顿时觉得自己接地气多了, 有她这样送外卖的吗? 啊不是, 有她这样去收租的吗? 我应该早就想到, 像我妈这种好奇心极重的人, 在得知我谈了个男朋友后, 怎么会按耐得住她那颗熊熊燃起的八卦之心? 妈, 你别再给我搅黄了, 你的外卖已经送到, 可以走了。 我妈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仿佛我不是她亲生的宝贝, 妈妈都装扮成这样来看你, 你就不能请妈妈进去喝杯茶吗? 我妈就是故意的, 我委婉道, 妈, 您见过有请外卖员进屋喝茶的吗? 我妈认真思考后, 说, 也不是没有, 我记得上次看新闻上还看到, 她怎么还认真上了? 妈, 不跟您闹, 明天, 明天我可以请一整天的假来陪您, 可以吗? 我妈果断摇头, 不行, 我就要今天。 妈, 虽然你是我妈, 但今天真不行。 好吧, 是时候亮出我真正的身份了。 她这是要变身, 还是要跟顾元捅破真相? 不等她开口, 我便眼疾手快地先发制人。 当顾元等不及来到门口时, 正看到我捂着我妈的嘴。 我妈眼睛瞪得老圆了, 呜呜呜员不知道想要表达些什么。 我连忙把扮演着门对顾元解释, 稍等, 我跟这位阿姨有话说, 你先坐, 快去坐着。 顾元看我神情严肃, 迟一片刻, 这才回到客厅。 我连忙把我妈拉到门外, 顺便关上了门。 一眼, 就差一眼, 我就看清楚她的长相了。 我妈朝我背上拍了两下, 怪称道, 你这个小没良心的, 就算她是个穷小子, 你妈我也不会为难她呀。 只要你喜欢, 妈妈都支持你。 尽管我妈的话很暖心, 但我还没忘记, 自己是对顾元隐瞒了身份的。 我一边轻拂她的背部, 一边解释, 妈, 你理解您的女儿。 你说, 你这一进去, 万一露馅, 她生气了怎么办? 我妈瞪着眼睛看了我半天, 来了一句, 你怎么跟你爸一样, 是个恋爱脑。 一, 我妈笑得像个狐狸。 你刚刚不会以为我是要表明, 跟你的母子关系吧? 不然呢? 我妈轻哼一声, 从包里拿出一大串钥匙, 得意地在我眼前晃了晃。 道, 我是来收租的, 忘了告诉你, 你租的是自家的房子。 不是, 我忍饥挨饿地 一次性交了三个月的房租, 我妈现在告诉我, 我租的是自家的房子。 妈, 你礼貌吗? 我算是明白当初为什么离开家时, 我爸那句意味深长的话, 依依啊, 你现在还小, 压根不明白为什么孙悟空会跳不出如来佛祖的五指山。 这哪儿是跳不出啊? 分明是跳出一个坑, 又被他们坑进另一个坑。 想到这里, 我拉着我妈的手, 撒娇地问, 妈妈, 那我可不可以? 不可以。 我还没说完呢?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免租, 免谈, 真是亲妈, 拒绝得干脆利落。 我怕顾元在里面等得起疑, 把我妈哄走后就急忙回去。 顾元听到我开门的声音, 立即迎到门口, 急切地问, 怎么回事? 你们发生矛盾了吗? 我笑着白手, 没有, 我和刚刚那位阿姨好着呢。 顾元半信半疑, 那她是。 我的眼睛转了一个圈, 不敢直视她, 求我给好评呢。 很多天没有吃家里 阿姨做的饭菜了, 我正埋头苦吃, 哪里注意她说了些什么。 顾元对我很好, 我也不能苛待她不是。 周末在家里 按照阿姨教给我的食谱, 失败了无数次, 终于学会了如何做寿司。 周一中午, 为了给顾元一个惊喜, 我特意来到她所在的工地外围, 才给她打电话, 亲爱的, 你猜猜我现在在哪? 工地内机器嗡嗡作响, 奇怪的是, 电话那端的顾元背景音 却异常地安静。 我朝正在修建的二十六顶层望去, 如足球大小的人影正在上面忙碌。 爱, 建筑工人可太辛苦了。 一, 你在哪儿? 顾元的声音低沉, 富有雌性, 听得我心头猛颤。 我在你们工地外, 给你送午饭。 我还特体贴地道, 我知道你在顶楼工作, 不用着急下来, 我可以慢慢等你。 好, 你等着我。 一, 不要进来, 这里脏, 也不安全。 大概是太过于激动, 我听出顾元的声线有些不稳。 十五分钟后, 顾元气喘吁吁地站在了我面前。 他戴着黄色的安全帽, 穿着脏兮兮且不合身的工作服。 我摸了摸他露出好大衣结的手腕, 心疼地道, 你们领导也太不人道了, 给你们定制的工作服怎么还偷工减料。 顾元面红耳赤, 磕磕绊绊地解释道, 其实领导也很忙的, 可能是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 看他一副腼腆的样子, 我就知道, 他肯定不好意思再找领导更换一套工作服。 我急得插着腰道, 细节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可是冬天, 你又在顶楼干活, 这手腕和脚腕都露着, 等你老了得上关节炎怎么办? 不行, 我要找你们领导讨个说法, 我的男孩, 别人不疼我来疼, 说吧, 我就拉着他的手往里冲, 无奈的雇员只得向路过的工友, 借来一顶安全帽给我戴上, 不过, 却是红色的。 依依, 现在后勤的王哥不在, 你就是去了也见不到人, 你放心, 等他回来我一定会向他反应这个事。 顾员急急地道, 对了, 你不是来给我送饭吗? 正好我也饿了, 听到领导不在, 我也只好作罢。 顾, 小顾, 这里有位置, 不远处, 一位佩戴白色安全帽的工友, 热情地冲他挥手道。 顾员拉着我的手走了过去, 进去以后我才发现, 屋内还开着暖气, 小小的铁皮房内, 打扫得干干净净。 诶, 你刚才的工友怎么不进来吃饭? 我好奇地问, 顾员朝外看了一眼, 道, 他们吃过了。 嗨, 我说回刚才那句话, 你们领导真心不错, 还给你们吃饭的地方安装暖气。 顾员看着我手里的保温筒, 一副抓耳挠腮的模样, 搬了一上午的砖, 他肯定饿坏了。 想到这里, 我的心不由地酸了一下, 我给你做了寿司, 你尝尝好不好吃。 顾员拿了一块送入口中, 立即赞不绝口, 好吃, 特别好吃, 比我吃过的日本正宗寿司还要好吃。 你还去过日本? 顾员急忙摇头, 没有没有, 是我之前买过一家名叫日本寿司的寿司。 我心疼地摸了摸它的头顶, 不禁道, 以后我带你出国吃正宗的料理。 顾员猛地抬头, 嗯, 不是, 我的意思是, 等我们有钱了, 将来就一起出国旅游好不好。 顾员文言, 这才点头。 我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 差一点就漏下了。 我好奇地看着窗外的一片空地上, 一群带着不同颜色的安全帽工人聚在一起。 他们在干什么? 顾员头也不抬道, 开会。 开会怎么不叫你? 顾员顿了顿, 这才开口, 我的等级不够。 我压了一声, 随即明白过来, 也是, 顾员中专毕业, 家境贫寒, 能在大城市里找到一份月收入八千的工作, 已经很不错了。 顾员, 你们戴的帽子颜色不一样, 等级也不一样吗? 对, 把一整盒寿司吃完后的顾员来到窗前, 跟我解释, 红色的是最高等级, 领导们戴的帽子, 白色是普通工人佩戴的帽子, 他的侧脸棱角分明, 眉眼深邃, 且鼻梁高挺。 声音低沉轻烈, 猴杰也上下浮动, 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迷人的气息, 我双手拖着下巴, 痴痴地看着他。 顾员突然回头, 四目相对, 他唇角一弯, 漆黑的眸子里像是无数星子在闪耀, 当时我便脑袋一抽, 凑近他吻了上去。 在顾员动情之际, 我突然推开了他, 指着自己头上的帽子问, 你还有工友是领导? 顾员神色古怪, 支支吾吾半天才道, 是啊, 是我叔叔。 总是感觉哪里不对, 却也说不上来, 我还想再问什么的时候, 顾员道, 你下午还要上班, 我送你回去吧。 也好, 顾员我俩出去时, 那一群聚首的工友们 顿时向我俩行起了注目里, 被这么多人盯着, 我多少有些不大自在。 低声对他说, 你这些工友人还挺好的, 竟然跟你一起送我, 仿佛我就是大领导一样。 顾员默了默, 替我遮挡住众人的视线, 啊, 对, 大家平时是挺照顾我的。 啊, 大家真是太有爱了。 一转眼, 我和顾员热恋了大半年, 在此期间, 我也顺利地拿到了毕业证书。 这几天, 顾员总是神神秘秘, 面对我时还躲躲闪闪。 你怎么了? 是不是背着我干了什么坏事? 顾员看我逼问得紧, 只好解释说, 我看到过你的身份证, 知道你马上快要过生日了, 打算给你一个生日惊喜。 我听了后, 心里都快开了花。 好不容易熬到生日当天, 回到家, 顾员正捧着一束鲜花, 站在出租屋门口等着我, 一一, 生日快乐。 尽管送花很俗套, 但这该死的仪式感, 依然令我感动得一塌糊涂。 当我看到他学着电视里, 亲手准备了烛光晚餐, 我更开心了。 搂着他的脖子, 巴基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 谢谢你, 顾员。 他抿唇笑了起来, 说什么傻话, 还有送给你的礼物呢? 拆开来看看吧。 捧着包装精致的礼物盒, 我的小心脏扑通扑通直跳。 我收到过无数的礼物, 这还是第一次收到男朋友送来的生日礼物。 但当我打开后那一刻, 整个人都愣在原地, 顾员看着我, 眼底带着隐隐的期盼, 问, 怎么了? 是不好看还是不喜欢? 说实话, 好看也喜欢。 但这样贵重的礼物不应该出自他的手, 因为那是一套价值上百万的珠宝首饰。 我脸上的笑容淡了下去, 把礼物合上, 我望着他墨黑的毛子低声问, 顾员, 你怎么想起来送我一套首饰? 顾员迅速瞄了我一眼, 闪烁其词道, 我, 我也不知道送什么好, 只觉得你脖子那里空荡荡的, 玩手机的时候, 偶然看到直播间在卖项链, 就挑了一套, 偶然, 卖项链? 哪个大主播会在直播间公开售卖价值百万的珠宝首饰啊? 他是不是把我当三岁小孩子来哄了? 看着他真诚无比的面庞, 我又不确定起来, 这绿宝石, 顾员迎着我的目光, 目光澄澈道, 这绿宝石一看就是假的, 但这上边的银链子是真的, 忘记告诉他, 我专业学的是珠宝设计, 从前是见过我妈的首饰盒里有些花花绿绿的宝石, 上大学以后学了这个专业, 接触过的宝石没有上千种也有上百种, 真的假的, 我还是一眼就能辨别得出, 给我过完生日, 顾员说家里有点事, 他要回去一下, 我装作无意地问, 用不用我陪你一起回去, 反正我们谈了也不短的时间, 我爸妈都知道他, 也是时候拜访一下顾员的父母了, 但顾员神色有意, 当即找了给我理由拒绝了我, 这要是放在以前, 我肯定不在意, 但现在不一样, 他刚刚送给我一套昂贵的首饰, 我不可能不多心, 亲眼看着他坐上出租车后, 我也立即打了辆车跟在其后, 顾员乘坐的出租车在拐了两个路口后便停下来, 我看着他上了路边一辆家常林肯豪车, 甚至还有司机下来亲自为他打开车门, 那一刻, 我都心都跟着沉了下来, 顾员他跟车来到一处私人会所, 看了看会所的名字, 我想起来, 这家会所不仅要求实名制, 且不对外开放, 须得是所内会员邀请才能获得 VIP会员, 来不及多想, 我看到一位妙龄女子一身名牌站在门口处, 翘首以盼, 看到顾员下车后, 眉目寒情地迎上前来, 他上前抱住了顾员, 顾员的手还在他背部轻轻拍了几下, 尽管坐在车内, 我仍能清晰地看到顾员的侧脸上带着浅浅的笑容, 女子随即靠在他身上, 轻易地挽着他的胳膊进了会所, 我正正地望着那空洞的大门, 心里像被人狠狠刺了一刀, 打死我也没想到, 顾员竟然会是富婆包养的小白脸, 那我算什么? 小白脸包养的金丝雀, 怪不得他会送我价值百万的首饰, 原来那都是从富婆手里拿来的, 想到这里, 我心中顿时反胃不已, 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 就栽了这么一个大跟头, 真是可笑, 回到家, 我赌气喝了点小酒后, 就给顾员打电话说分手, 顾员迅速赶回家后, 给我煮了一碗醒酒茶, 还想抱着我按摩太阳穴, 被我无情地拒绝, 顾员, 你有没有瞒着我做亏心事? 顾员静静地看着我, 片刻后才摇头, 没有, 啊, 我轻笑一声, 还真是死鸭子嘴硬, 行吧, 他不是愿意继续瞒着吗? 分手, 顾员轻叹一声, 依依, 你喝醉了, 我现在是喝醉了, 两个小时之前, 我可是清楚得很, 看到他和富婆约会, 没有当面戳破, 是给他留着情面呢, 我就是突然发现, 自己不喜欢你了, 胡说, 顾员突然冲过来, 抱着我亲吻起来, 以往他带我无比温柔, 但此刻的他, 就像一头被激怒的猛兽, 似乎想要把我揉碎了, 溶进他身体内一样, 我挣脱不开, 狠狠地咬了他一口, 顾员痴痛松开了口, 看着我目光深沉, 依依, 我不会跟你分手的, 说吧, 他再次低头亲吻, 我想我是疯了, 才会去迎合他, 有些事情, 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 当我彻底清醒过来时, 已经是后半夜了, 顾员躺在我身边, 呼吸均匀且绵长, 捏手捏脚地下床, 穿好衣服, 看着正在熟睡中的顾员, 我冷冷一笑, 拉黑顾员的一切联系方式后, 从包里拿出一千块钱, 还留下一张便利贴, 我玩腻了, 这点钱留下给你补身体用, 再见, 我灰头土脸地回到家中, 爸妈就猜到我肯定是失恋了, 两人很有默契地 绝口不提继承家业的事情, 但我没想到, 分手的后劲儿来得还挺大, 也不知怎地, 胃口突然开始变得不好起来, 看到油腻的食物就开始反胃, 肉眼可见地消瘦下去, 我妈心疼不已, 她亲自去买了摸皇家的蛋糕给我, 哦不, 他们家被人收购了, 也改了名字, 现在叫一炼蛋糕, 名字真土, 好在我现在还能吃下蛋糕, 我妈欣慰地摸了摸我的头, 柔声劝慰说,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那臭小子不知道珍惜你, 有的是人懂你, 心头一酸, 眼泪迅速上涌, 我努力地把眼泪憋了回去, 不想我妈担心, 清扯嘴角道, 妈, 我没事, 不就是男人吗? 遍地都是, 你女儿我这么优秀, 何愁找不到真心待我的? 我妈连连点头, 不识时机地推荐说, 上次跟你提过顾家那个孩子, 就是把蛋糕店买下的那个孩子, 听闻她现在也担着, 不如你们, 这是又动了让我相亲的念头, 末了, 我妈又补充一句, 就当给爸妈个面子吧, 我妈都这么说了, 我只能点头, 妈, 你去安排吧, 我妈惊喜不已, 连连道, 好, 好, 宝贝, 你想通了就好, 可能是蛋糕吃多了, 晚上小腹隐隐作痛, 我捂着肚脐揉了一会儿, 才惊觉, 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来立驾了, 心中顿时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来, 半个小时后, 坐在马桶上, 我看着上面显示的两道杠, 人妈了, 一时间我不知是喜事碑, 我气得恨不得历时找到顾元, 咬他两口, 再踹他几脚, 天都亮了, 我整个人都还处在恍惚之中, 我妈一大早就进门, 拉着我又是挑裙子, 又是画眉毛, 我才半梦半醒地想起, 似乎昨晚临睡前她告诉我, 今天要去乡亲来着, 都怀孕了, 还相个什么亲啊, 一抬头, 看到我妈脸上久违的笑容, 我突然不忍开口了, 从我回到家这些天, 我伤心难过多久, 妈妈就跟着我难过多久, 如今好不容易看到她开心, 我在扫兴做什么, 不就是相亲吗? 脚黄了就是, 我摸了摸平坦的小腹, 心道, 小东西, 今天靠你了, 我们两人来到一家装潢奢侈的餐厅, 还没进包厢, 我就低着头跟在我妈身后, 打定主意要给那个姓顾的一个恶劣的印象, 不为别的, 谁让她跟顾员一样都姓顾, 姓顾的没一个好东西, 一, 快过来, 这就是顾员, 顾员, 条件反射的抬头, 眼前的男人不是顾员是谁, 那一刻,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双耳嗡嗡作响, 她是顾员, 真的是顾员, 所以说, 买下安摩皇家蛋糕房的姓顾的也是她, 同样目瞪口呆的不止我一个, 对面也是, 但顾员反应比我快, 神色很快恢复正常, 果然, 男人都是没有心的, 我没好奇地讥讽道, 哟, 顾大少爷不是应该在工地搬砖吗? 顾员冷静自持地看着我, 问, 严小姐不是应该在餐厅端盘子吗? 我妈和他妈都愣住了, 顾员在两位长辈的脸上扫拾过后, 笑着道, 开个玩笑, 我妈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 你们两个早就认识了呀, 我摇头也不是点头也不是, 就像是吃了一颗苍蝇般难受, 顾阿姨更是拉着我妈借口出去逛街, 让顾员好好照顾我, 屋内突然静谧下来, 我和顾员谁也不看谁, 你怎么能来相亲? 嘿, 分手后他连人话都不会说了吗? 我冷冷地看着他问, 难道你没来相亲? 顾员被我噎了一下, 解释道, 我来之前不知道自己是相亲, 我轻哼一声, 他这话用来忽悠十七八的小姑娘还差不多, 正欲开口嘲讽, 突然胃里生腾出强烈的恶心之感, 我对着墙角的垃圾桶开始狂吐, 顾员急忙走到我身边, 一边帮我顺气, 一边轻声问怎么回事, 是不是没好好吃饭?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少喝冰的, 胃不舒服了吧? 我特么是熨土, 都是你孩子闹的, 我一把推开了它, 少猫哭号子假慈悲, 顾员, 别以为我们之间的事能一笔勾销, 你骗我在先, 我是不会跟你复合, 更不会跟你结婚的, 顾员摸了摸鼻子, 我还什么都没说, 依依, 就算是给人判死刑, 也要有个由头吧, 我想了想, 故意冷着脸道, 什么理由你还不清楚, 你, 你不行, 飞快地说完这句话, 我逃逝地离开了, 出门后才发现自己脸颊滚烫, 我甩甩头, 努力把雇员从脑海中清除出去, 我在外面转悠了一整天, 估摸着爸妈已经休息了才回家, 不成想, 二人仍坐在客厅里, 看模样似乎就是在等我, 我尴尬地冲他们笑了笑, 话还没说完就被我妈打断, 他一副你不用解释我们都懂的模样, 看吧, 宝贝, 我就说你见到雇员那孩子一定会喜欢, 看你们相处得愉快, 我就放心了, 他们俩不会以为我之所以回家这么晚时, 跟雇员去约会了吧, 我深吸一口气问, 他是怎么说的, 我妈笑咪咪地表示, 顾员说你们彼此喜欢, 就差私定终身了, 他放屁, 他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谁跟他两情相悦, 妈, 我才不要嫁给他, 我妈白了我一眼, 你不会是还想着你那个前男友吧, 他又穷又没志气, 将来怎么给你好的生活, 不知道我妈要是知道顾员就是他口中那个前男友, 会不会惊得下巴掉下来, 我无奈地解释, 妈, 你别在我面前提他了, 我们早就是过去式了, 我妈呜了一声, 随即笑着道, 我知道, 你肯定不好意思了对吧, 没关系, 我跟你爸又不是外人, 我算是解释不清楚了, 累了一天, 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眼看一时半会儿也解释不清楚, 索性白白手回了卧室, 第二天, 一大清早, 我听到楼下热闹异常, 我妈这是把聚会开家里了, 我揉揉眼睛朝下看去,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顾员以及顾员的爸妈正稳稳当当地坐在我们家沙发上, 同我爸妈谈笑风生, 这个顾员没完没了了是吧, 我气不过大吼一声, 顾员, 你给我上来, 其实吼完这句我就后悔了, 再看四脸惊讶, 我恨不得一头扎进被窝里把自己捂死算了, 反倒是顾员, 淡定无比地对长辈们说, 一一叫我上去, 我爸妈忙气声道, 去吧去吧, 一一的房间在二楼左手边第一间, 顾员的爸妈, 更是喜上眉梢, 谁都能看出他们脸上均是写着这桩婚事稳了的字眼, 把顾员拉进房间后, 我怒道, 你什么意思? 他充耳不闻, 而是对着我的房间细细打量, 原来你喜欢这些啊? 顾员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早知道我就不送你那套传家的首饰了, 原来那是他们家的传家宝, 顾员望着我笑道, 我第一次送女孩礼物, 没有经验, 还是请教了我姐才送的首饰, 没想到, 你并不喜欢, 这是重点吗? 我一时没忍住问, 你解释, 顾员掏出手机给我看她姐的照片, 咦, 这不就是那天跟她举止亲密的女子吗? 竟然是顾员的姐姐, 亲姐, 顾员看着我挑了挑眉, 一个妈生的, 当然是亲姐, 尴尬了, 插批了, 要是让顾员知道我因为吃了她亲姐的醋而分手, 怕是会笑得肚子疼吧, 好吧, 我可以原谅她首饰的事, 但她对我隐瞒身份, 我底气不足啊, 毕竟我也对她隐瞒来着, 顾员见我半天不作声, 捏了捏我的脸颊, 调侃说, 在我心里, 你就是最好看的, 嗯, 等我意识到她是什么意思后, 顿时面红耳赤, 你胡说什么呢? 顾员, 你笑什么? 你离我远点, 不能对我动手动脚。 我俩正在打闹之际, 忽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是我妈, 依依, 顾员, 该出门了。 出门时, 一不留神而被顾员捉住手, 怎么甩都甩不掉。 我爸妈看到顾员是牵着我下来, 顿时一脸暧昧, 还不停地冲我几眉弄眼。 顾员的爸妈订了餐厅, 说是两家人要正式聚一聚。 我还好奇那门来着, 但看到订的那家餐厅 就是先前我打工的地方后, 顿时不想下车了。 遮遮掩掩掩来到包厢, 生怕以前的同事认出我来。 众人落座, 敬酒的酒杯还没端起来, 反味恶心的感觉再次袭来。 不好意思, 我去下洗手间。 我隐约听到我妈嘀咕, 这孩子这么吐, 有好几天了吧。 平时身体被儿棒怎么突然, 当我吐完再次回来后, 突然发现饭桌上气氛有些凝重。 我看了顾员一眼, 发现她也在深深地看着我。 怎, 怎么了? 说完这话, 我才发现之前跟我搭档的同事林林 来服务这个包厢了。 林林见到我, 自来熟得不行。 依依, 你怎么来了? 你都怀孕了, 还要来上班呢? 其实也不是, 都怪我昨天查出来怀孕后一脸猛, 下意识地跟林林吐槽了。 接下来, 我想要阻止, 却已经来不及了。 她指着顾员, 瞬间豁然开朗道, 我知道的, 你是为了这个小白脸来的吧? 啊, 你这个小白脸, 欺骗我们一一的感情就算了, 现在身为人妇也不出钱也不出力, 让我们一一当单亲妈妈。 四位长辈,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均没有脑补出来, 我和顾员到底发生了怎样的爱恨纠葛。 我怕同事再继续说下去, 会越描越黑, 只好捂着她的嘴, 把她拉出去, 林林, 我自己会解决的, 谢谢你。 林林十分同情地看着我说, 一一不要怕, 早晚要让那个渣男付出应付的责任。 哎, 你拉我出来干什么呀? 这一桌的客人, 我得服务啊。 不用了不用了, 真的不用了, 包厢内气氛凝重无比, 顾员爸妈神情严肃地盯着她, 那眼神都赶得上警察审判人了, 而我自己也没好到哪里去。 在彼此爸妈的威严下, 我俩答着配合, 总算把相识相恋的事情圆了过去。 那么, 孩子呢? 五个人齐刷刷地盯着我的肚子看, 我浑身都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顾员抓住我的手, 担心下跪, 一一, 对不起, 向你隐瞒身份是我的不对, 我会娶你, 一辈子照顾你和孩子。 我刚要开口, 房门被人从外面大力推开, 爸妈, 都什么年头了还包办婚姻呢? 你们知不知道, 其实弟弟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弟弟为了那个女孩, 足足在咱家工地上搬了大半年砖呢。 这还不止, 她把家里祖传祖母绿都给拿出去送人了, 还收购了家破蛋糕店, 改名叫什么依恋来着, 虽然土还不是因为人姑娘叫依依, 这不是真爱是什么? 总之, 这婚事我第一个不同意。 顾员姐姐冲进来的一番话再次震惊全场。 姐, 那个我喜欢的人就是依依, 言依依。 我听到她压低声音道, 死孩子, 你耍我是不是? 在和顾员婚后好几年, 一旦回忆起那天被公开时的场景, 我仍觉得是鸡飞狗跳。 总之那天我和顾员两人压根儿来不及说话, 两家的父母就火速商量了结婚的日子。 顾员更是日日登门, 每天都会提着一个丑不拉几的蛋糕送来。 据说她已经拜了一炼蛋糕房的烘焙师学艺。 我看着眼前的四不像蛋糕, 连紧生的食欲也消失殆尽, 要不你还是别学了吧? 这不是糟蹋蛋糕吗? 顾员颇有一种越挫越勇的气势, 不行, 我一定要做出你喜欢的那款蛋糕, 到时候在我们的婚礼上我亲手喂给你吃。 我磨了磨, 你放过我也放过蛋糕吧。 多年以后, 当我和顾员的儿子已经七八岁了, 他在班上也有了喜欢的小女生, 欢欢喜喜地问我, 妈妈, 我想送给甜甜亲手做个蛋糕, 就像爸爸用心为妈妈做的一样。 当然可以。 走, 我们去找爸爸, 让爸爸教你。 彼时, 顾员正在花园里陪着妹妹荡秋千。 小宝费看到我, 高兴地从秋千上跳下来, 妈妈, 我想吃曲奇饼干。 我顾作苦恼, 哎呀, 妈妈不会做怎么办呢? 小宝贝指着顾员, 爸爸会。 我和顾员相视一笑, 彼此握紧了对方的手。 里面前翔菜、 不至少五十五百岁。 感谢观看